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這條影片 一直以來 新聞度很高 有很多朋友都叫我快點拍的影片 就是手袋 這個手袋也是不停不停被人吹要拍的手袋 就是Hermes的Lindy 這個手袋其實我之前想買了很久 但因為價錢也不便宜 我都要考慮一段很長的時間 剛好我的好朋友媽媽有留意到專門店回了這個Lindy 問我去不去店鋪看看 然後第二天我就帶了她回家 當日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 我想都不需要幾秒鐘我已經決定要買了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符合我想要的條件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手袋 其實我自己的目標是想買Togo皮 但那天提供的就是這個Clemence皮 其實這個Clemence皮跟Togo都很相似 但它這些粒粒會大粒一點 比Togo更軟熟一點 它都算輕身的 我覺得不是很重 而且它的光澤感會比Togo亮一點 但兩者都是屬於比較霧面的皮 但其實它的手感真的很好 是很軟熟的皮 你一摸上手就會感覺到它跟其他的包包都有一折的距離 我自己覺得是 然後那天除了提供這個皮 還有這個顏色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我都找了很久的顏色 就是這個大象灰A tube的顏色 看上去它除了帶灰外 其實它偏向有點紅紅的 比較暖和的顏色 石器灰有點像偏藍的灰色 所以我自己都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而且這個顏色在RESELL市場中 也是很受歡迎的 再加上就是金扣 因為我自己比較鍾情於金扣 多於銀扣 所以已經配合了所有元素 皮和顏色 再加上金扣 那天我真的沒什麼想法 其實已經帶了它回家了 其實這個包包的背法有幾款 它有兩個手抽和一條長的肩帶 這個手抽就可以這樣 手腕勾在這裡就可以 又或者是可以抽住它 又或者可以用這條肩帶 揹上肩膀也可以 這樣揹上肩膀也可以 這個包包因為都不是很重 再加上我自己的A字薄 我有很多包包都會跌薄的 但這個包包有重量之後 我覺得不會跌薄 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也蠻好 而且這條肩帶的成重力 我覺得都很不錯 這個包包也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它是我穿很girly 又可以搭配到 Elegant又可以搭配到 或者好像很casual wear的T-shirt 牛仔褲其實都很容易搭配到 是一種你以為它很斯文 但其實它是很白搭的包包 所以這個包包的實用度非常高 再加上雖然這個包包的尺寸 是這麼多Lindy裡面 已經算是最小的 除了Mini Lindy之外 其實它是26的尺寸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高 我就是156左右高 如果我揹30 其實對我來說是太大了 這個26的尺寸 其實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但因為揹開一些小包包的關係 對我來說 這個已經屬於中大型尺寸的包包 我可以放很多很多東西在裡面 我這個包包也是聽Auntie說 配上一個內膽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包包裡面是沒有什麼暗格 只有兩個 就是左右兩邊有一個暗格 可以給你插一下錢包 插一下電話 不會拼來拼去 它就是一個沒有暗格的包包 所以我加了一個內膽之後 就會比較方便用 不然東西在裡面會拼來拼去 也很難找東西了 其實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來試試吧 其實它就剛剛好 很膚膚的 其實我平常出外就不會帶那麼多東西 所以現在它放到那麼多東西 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講一下這個包包的結構是怎樣 它最主要是有兩個手帶 然後還有一條肩帶 底部會有一點點釘釘 連貼紙都還沒有 有一點點釘釘 即是以防刮花底 然後兩邊旁邊都會有這樣的格 這些格可以讓你用來放電話 或者放八達通 容易拿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中間這裡就會有一個扣位 扣位會拎開它 將這兩條底拿起 拉鍊打開拉鍊 就是裡面了 其實我平常用的時候不會扣那麼多東西 我通常會扣好這個位置 然後拉上拉鍊 我就是用它這樣放下放下 因為我懶得 又要扣又要開 有時候我懶得就有它 其實很隨意地用這個包包 其實它會有不同的形態去展現給你看 這個是蠻有趣的地方 就這樣打開蓋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不用拆扣又扣 那麼麻煩 通常就是這樣 然後打直 它就不會打開 怎樣都不會漏出來 你看到它其實是不會漏出來的 都蠻方便 這個包包大致上就是這樣 它是我這麼多的包包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個包包 因為它都屬於我的dream bag 這個 我亦都想了很久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睡覺前都不斷想著它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很想要這個包包 所以最後帶了它回家 所以其實是很開心的 今天分享Lindy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影片想看 或者想看我對哪個包包的評價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